这一天,因地球过于和平,建屋受令返回自己的老家火星探亲 哦不,是调查超古代遗迹,来到遗迹入口 建屋意外发现了新生态巴尔坦,巴罗萨亲人的身影 言为宇宙海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当然是为了抢走遗迹的宝藏,回去养家糊口了 作为一个读过书的文化人,特雷加表示 破坏公物这种野蛮人行为,我不是很认可 文乡脸新人,听着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礼貌发起一波寻宝活动的邀请 小班基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遗迹大门,特雷加可能还在捣鼓着 要不要用红色厨师一拳捶烂 而巴罗萨则已经愈悦于是,抛出了自己的大刀 刚准备下手,特雷加非常离奇地转身发起问候 巴罗萨怕是被吓得不心,只能站在一旁 为班基做议员工作 听着这样的彩虹屁,班基才继续回头开始调查 你以为他被骗了,其实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运势到背后袭来的危险,班基零小躲过攻击 这下,巴罗萨再大的算盘也藏不住了 为了能独占所有宝藏 气息半坏的巴罗萨,摇出了哥尔巴对特雷加发起正面攻击 骨灰杨了又活,活了又扬 你也有当劳蒙的侵蚀吧 在交手途中,哥尔巴挥动翅膀带起了一阵旋风 使得一记大门,产生了一些威脉的反应 特雷加似乎查局到其中的关键 立刻释放攻线,消灭哥尔巴 缝合怪再次悲扬 闻想脸心人,只得乖乖听话爬出一记 而特雷加则想独自朝这些大大的想法 如果朝一记之门吹风的话 果然,门因为风压打开了 走进一记最深处 特雷加发现这里放着一块超古代石板 作为火星男童,贱物第一反应 当然是把他交给老婆招人去调查一下 但听闻神秘石板下落而行动的人 可不止特雷加一个 连美卡姐定死棺材板的公子哥 和谢特拉姆也爬了出来 两人二话不说 打算凭自己的真本事把石板抢到手 既然大家都想要 那就说明石板一定有什么神奇力量 正常人此时,应该开始咒语吟唱 而植物学家脑回路一语常人 选择使用摩擦生日的原理 你别说,石板真就起了反应 强攻之下,斗展心仪 剑巫因为石板影响,发动强制回程技能 自己又回到了进入一技前的时间线 是神奇石板交他的时间逆流了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剑物 再次回到一技门口 瞧见的,还真就是那个熟悉的文乡两星人 不同的是,现在他已经拿到了游戏攻略 大局开始都在掌握之中 特雷加告诉巴罗萨 大门的钥匙,草在门外的花田中 于是巴罗萨这就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好家伙,这就是光之战士的忽悠方式吗 学到了,回到一技地下室对 班级又一次成功拿到石板 本以为能避免一场恶战 结果不但没避免 这次甚至连自己的老婆卡尔弥拉也来了 想不到吧家伽 我预判了你预判的预判 你要问卡姐拿石板做什么 当然是回到三千万年线 和小班级继续过着没修为啸的生活 三位一的局势看似毫无胜算 但旁边却传来着正义伙伴的声音 来者这是我们一般路过的加古拉斯加古拉奥特曼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会在这儿 如何避免战争 当然这是把引发战争的东西直接破坏掉 石板碎成了三块 黑暗巨人理应就此收手 卡姐反而狂笑不止 石板并不会因为碎裂消失魔力 现在反而人手一块 安排得明明白白 既然目的达成 三人小队不得废话 直接改留 加古拉和特雷加 却对分头行动去夺回石板 班级追到一技的墙牢内 便生成强力行 对线myfriend 却没料到 巴罗萨行人回到了一技内 一个世纪过去 他才发现花田里面没有钥匙 只有花 巴罗萨的突然乱入 扰乱了正直的solo战士达贡 达贡向他发射火眼冲击波攻击 班级在挺身而出 挡在了巴罗萨面前 这便建议 为他点上一首直想守护你 但你这一倍打就上红蹲 真的太适了 就在此时 剑屋一眼相中了巴罗萨手里的花 要问这是什么花 我这个植物学家可就精神了 没错 这是电击花 如果沾到花粉 人就会立刻麻痹 说完 班级举起电击花 朝达贡的方向追去 成功用花粉和对方挂上了硬枝 并从四岁岩菊花中掏出圣皇武装 直接发动圣剑中间 输出达贡 虽然达贡被打倒 但失去石板的遗迹 没有了存在意义 已经开始逐渐崩塌 旁边的巴罗萨又因为受伤无法行动 班级只好饶过达贡 扶起巴罗萨带他离开遗迹 看似这死是空手而归 其实巴罗萨早就剩达贡不注意 把石板碎片摔了过来 特里加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只好把碎片交给他 以表现意了 世界看似暂时画上一个句号 那么 另一边的加古拉 究竟能否将剩下的碎片都回 石板最后又会落入何人手中 还得留到煞长故事中揭晓 我是阿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